哈喽大家好我是Tina 欢迎收看Tina的小知足小知足财经分享 分享前我们都会来个小叮咛 投资都会有风险 Tina的小知足小知足财经分享 仅供参考 不代表任何投资推荐或建议哦 本周我们要分享的是外汇预测 本周预测的货币为对台 主要货币为对台币价格区间 注意哦这些都是预测价格 那个仅供参考非实际会发生的哦 都是预测的 首先美金对台币27.5925到28.0025 日币对台币0.2357到0.2446 欧元对台币30.4675到31.4375 英镑对台币36.5675到37.9425 加币对台币21.485到22.105 人民币对台币4.3085到4.4195 以上为我们本周的那个主要货币会对台币的价格区间 那这样这些的那个预测价格仅供参考哦 再来我们外币追踪的理由 首先美金 应通膨持续居高 那市场的预测FED可能会升息扩大质量嘛 所以本周那美金为追踪理由 再来欧元呢 德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回升 法国制造业符合预期 他们公布的数字啊 就是德国公布数字制造业跟服务业 他们回升 数值回升 那法国的制造业 他们当初公布的那个预期的数字 刚好也跟预期相符合 那欧元制造 欧元区的制造业 是欧元区哦 记住是欧元区 欧元区的制造业高于预期 但是在面对FED的升息 跟乌二关系的紧张跟趋缓情况下 再加上意大利国家元首的选举 都会影响欧元的走势 所以那为追踪跟观望 再来英镑呢 英国一月份的GFK消息信心指数 降低至-19 为去年以来 同样的时间点以来最低 所以那为追踪观望 其实英国他真的就是脱离 欧元区之后 就是欧盟之后 他的那个经济其实就是蛮差的 反而变更差 所以在往后 就是Tina的那个推估 会一直在追踪英镑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认为啦 就是Tina认为他之后 可能会再回到欧盟 加入欧盟区这样 就会再回到欧盟的怀抱 然后去做经济上的结合 那会 那他的那个英镑的那个 经济效益才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这是Tina再次列为观望的理由 最终观望的理由 那再来人民币呢 中国央行正在处于降息模式 但是他只是处于啦 就是真正的降息 他其实要看中国他们那一方的那个实际 有没有在push这样 再加上他们的市场 对房地产的担忧比较趋还 因为他之前不是有在讲一些 就是他们的经济泡沫化嘛 那其实也带动了不少资金流入中国 所以说才Tina还是持续 将那个人民币那为追踪观望的 那个理由在这边 那上述这些追踪 Tina的追踪理由啊 都是仅供参考 不代表说一定就是怎么样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就是去追踪一个东西 他有他的理由 跟他想要知道的结果 所以说Tina就把自己追踪的理由 放上来给大家做参考 那仅供参考哦 那再来最近有QA 就是有一些些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最近股市都绿绿的 就是年关将近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呢 那该如何做 其实啊是因为年关将近了 那外资呢对台湾的投入 其实也去慢慢去保守 因为你年假开始了嘛 那热钱串流也不太热弱 就是因为亚洲区的年过年 其实不只是台湾 就蛮多亚洲区都是过农历年 导致说市场的表现都不再热弱 不再有热弱的表现 那再来换另外一个角度想说 就是年终奖金发了嘛 就是趁这个机会就是挑选就是 呃自己喜欢的标的可以封低进场 因为毕竟就是股市就是走跌的情况下 但是你在说想说要挑自己喜欢的 那个标的进场封低进场的话 其实也要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资金的控管一定要注意 你千万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去all in了哈 那如果不知道说如何就是去分配资金的控管 然后如何去就是所谓的要如何跳进场 然后去做资金上的比例分配的话 可以参照之前听啊 那个拍的那个影片 就是新手理财的影片 就会有相关提供理财法可以供参考 就是呃投资的部分 你投资理财这一块 要占你所有的那个金额的比例是多少 都可以去去看以前的影片去做参考 这样嘿 那再来呢就是呃 近期影片怎么都没有股市相关的行情 很期待 诶对是没错 因为回顾过去拍的影片啊 是有有曾经有几部影片 就是有股票推荐 那有股票推荐呢 他的点阅率相对真的就比其他的高很多 那这有让Tina去反思一下 就是去思考说 诶是否要再继续做这类相关的影片 那 在做这类相关的影片呢 要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 那他的点阅率会相对更高 诶 这Tina会之后会再想想看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因为有股票推荐的话 其实就有有有一点点风险在 万一Tina分析错误了呢 对啊 所以就是 呃 对啊 因为我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怎样分析都是对的方向 因为大概都有六七成七八成 这样子的几率而已 但是不见得百分之百 那不见得在这种不见得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万一你被套 你因为看了影片被套 那你会不会怪对Tina 这也是Tina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对啊 因为有些嘴巴都说不会 但实际上就是给我一个负品啊什么的 然后倒战啊什么的 对啊 这就是很多都会发生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Tina就是 尽量不去做个股推荐 然后或者是个别的 呃 呃 一些就是持有的东西去推荐 对这就是Tina 比较保守的地方 对那当然如果有喜欢Tina的影片 那也请请请大家多多订阅 然后按赞跟分享出去 让Tina的订阅数啊 跟那个点阅率啊 还有就是那个分享数可以多一点 这样那再谢谢大家的帮忙 这样 那再来我们会有个财经为知识 本周有个财经为知识 在介绍FED 就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FED它的全名是 Federal Reserve System 那简称FED 那它的中文的简称叫做联准会 那它的那个原来的它的那个 其实是美国中央银行的体系 是根据美国国会联邦准备法案而创设 那时候好像是1913年创设的吧 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 而创立了中央银行体系 那它这个系统 这个银行的体系的系统 包括联邦准备理事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其实蛮常出现在大家的 看过的一些报章杂志里面 它的那个英文是FOMC 哇糟糕忘记把它放上来 没关系下次我再补 那还有一个就是联邦准备银行 然后以及3000家的会员银行 以及三个咨询委员会 就是Advisory Consult 那这个就是那个FED它的那个标准 审核的标准 那它真的就是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而成立的 就是因为之前有发生过银行危机 但这是大家都恶受能详的 这就是FED的大概的简介的第一方向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话 可以去参照FED的官网 还有一个简介就是危机的简介 可是危机的简介仅供参考 对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对对对 所以这些微知识的部分 就是给大家就是有个 有个一些基本的common sense 这样子而已 对那再来呢就我们还是一样的 就是防疫小叮咛 毕竟疫情还是没有趋还 每天就是本土发生 还有十多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搞不好还有未知数的还没报错也不一定 毕竟现在年光将近 对啊 那我们就还是宣传一下 毕竟我们有拍影片 而且又是公开的 那就会必须要有一些社会责任 然后去负担一下 就是去帮忙宣导 就是毕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防疫人能有责嘛 对 那防疫也不分你我他 所以我们就尽量做到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这样子 嘿 就是没事千万别出了 别出门啊 出门的时候尽量去失明 不管你到哪里就尽量啦 对因为有时候像 Tina最近手机有点阿达阿达的 所以在少少东西可能也少不太出来 所以我就不知道 用手机 就是手机更新后才有状况啦 但是他还能用 只是要重新开机这样子 嘿 那再来呢就是尽量不群聚不聚餐 对因为我知道说现在 廉价很多大家都开始有约 对就是有局了嘛 对啊 所以就是尽量尽量不群聚不聚餐 如果真的要群聚要聚餐 尽量去空旷的地方 然后尽量不要在室内密闭空间 尽量在通风处这样 嘿 对那我们出门的时候尽量戴口罩 请洗手请消毒 那肺炎就会离我们稍微远一点 对那有一个 呃24小时免负费的防疫专线 Tina在这边提供 就是你可以直播1922 或播0800001922 对那我们有一个图啊 就是来自集管家 我觉得这图还蛮有趣的 所以就放上来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它是一个卡通图 对那我觉得还蛮有趣 而且也可以达到就是 Image就是加强你的印象的效果 所以我就把它放上来给大家 刚好可以搭配我这个防疫小定理的动作 嘿 那就请大家多多帮忙就是防疫一下啦 嘿对 那最后投资都会有风险 上述仅供参考 不代表任何投资推荐或建议哦 如果有喜欢Tina的小自主 小自主财经分享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Thank you watching